战国时期 楚国的楚乡王整天吃喝玩乐 导致国家一天天衰落下去 不久 秦国攻占了楚国的都城 楚王非常后悔 便问大臣庄星该怎么办 庄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人养了一群羊 一天这个人发现羊少了一只 原来羊圈破了个洞 夜里狼钻进来叼走了一只羊 邻居们劝他赶快把羊圈修补好 可他认为既然羊已经丢了 就没必要再修了 哪知道第二天狼又从那个破洞端进羊圈叼走了一只羊 这个人后悔极了 赶紧把羊圈修补好了 从此他再也没丢过羊 楚乡王听完这个故事 深受触动 他改正了以往的错误 从此振作了起来 情历朝政 终于度过了危机 振兴了楚国 总在浪费感情 天天不风捉影 总是怕 总是心神不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stings